今天套車玩具要跟大家分享的是SD鋼彈 世界群英級的03景光 景光 景光翠綠暴風鋼彈 那機體的出處是 鋼彈SYST的外傳裡面出現的暴風 翠綠暴風鋼彈 那就 然後 它的機體名字就叫景光 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那就直接不廢話 給大家看商品本身組裝後的樣子 它組裝後的樣子 其實我覺得差距有一點點大 因為它的底色 它基本上整體的組裝 全部都是黑色的材質 黑色或者是有點灰色的零件 然後 看到的 金色的部分 全部是靠貼紙來撐 然後紅色的零件其實也有 就是眼罩的部分 跟腳部兩個地方 那配件比較有趣一點 它配件除了緊槍以外 其實它裙甲的下面這兩片 這兩個算是一個 緊靠的設計 其實還蠻有趣的 機體正面這樣子 側面這樣子 後面這樣子 那手槍 拿起來 這邊有個插銷啊 它可以直接插在它的左側的裙甲這邊 有個插銷的孔洞可以插在這裡啊 下雨了耶 然後上面這樣 然後比較有趣一點是 它的面具這個其實是可以拿下來的 它拿下來可以看到裡面的塗裝 它裡面 我覺得它這點比較奇怪一點 一般來講它這個系列 世界像它之前三國系列的就是 就算面具拿掉 它看到裡面的臉的時候 也可以 就是會有另外那種眼睛的設計 像它這隻 我就不知道為什麼是有那麼懶嘛 它這隻給的貼紙非常多啊 你看到的這個裙甲 然後 然後 肩甲 的部分 全部都貼紙啊 然後反而是臉的部分 它竟然沒有附貼紙 這點蠻奇怪的啊 然後它這個系列還有其他那種 緊緣的機組跟這一組是一模一樣的 唯一差別就是 緊緣的是這個上面沒有天線啊 它這個設計其實我覺得還蠻 蠻懶的啦 那可動性來講 我覺得還不錯一點是 它的可動性 裙甲的部分 如果把它的 這兩個頸靠部分 手銬的部分拿掉 其實 我覺得還蠻多的 它手銬的部分拿下來是後面這樣子啊 這兩片可以拿起來 拿起來 然後 注意看它腿的部分啊 它腿的部分左右兩側 剛好一紅 一紅 一紅 一藍的設計啊 其實還不錯 腿的可動性 基本上這個系列 因為基本上裙甲的部分 拿掉後 我覺得它可動性 腿部的可動性看起來 會比較明顯一點啊 兩個裙甲下面的那個手銬 拿掉後會比較明顯 那手銬的部分 它可以靠在手上以外 另外兩個手銬可以合起來 像這個樣子 那你覺得 手機是不是 相機是不是快壞了 就是 沒辦法對焦 對得很清楚 這樣子 然後臉這個是 貼子啊 側邊這樣 後面這樣 上面這樣 然後後面沒有其他塗裝啊 然後這手銬其實可以靠在 靠在手上啊 它手銬除了靠在手上 另外它手銬這個 也是可以 這裡 它是可以打開的啊 手銬是可以打開 像這樣子 這點還不錯啦 我覺得有點像那個機械戰警 低配版的機械戰警 售價這一組我覺得還蠻好找 因為它後面還有其他種版本的武裝啊 像那個我說的警員模式 還有一個是 武中武裝版的那個警員 呃 重武裝版的暴風翠綠啊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考慮購買這一組啊 我是覺得這一組 等於就是一個量 在 他的世界 在群雲集的世界裡面是被當作量產機來 來做設計了 因為我看他後面其他幾支出來的造型也還 都還不錯啦 就是 整體來講 這一支我是覺得用貼子來撐的部分是蠻多的啊 側邊這樣 側邊這樣 後面這樣 好 那今天影片就介紹到這裡啊 這是世界鋼彈群雲集裡面的 零三啊 景觀 翠綠暴風乾彈 但顏色基本上是黑色